大雨落不停 宜蘭的國修落大雨 大人上小孩來搭乘 實在很不容易 因為風台跟東北幾乎的影響 宜蘭官拜三晚上 宣布國際官好好看情形 各自天口天班 在山頂的宿舊國修 英宿分後休息一天 其他的家長都在注意管夫的消息 我的手已經出動了 因為風雨很大 大切山 有一次樓還放山 兩邊都沒在過 昨天晚上10點 攀方阻斷 最主要是一顆大石頭 大概 一估大概兩千立方的 目前風起來的地方是 85K到94K 百濤橋到五島 這段 確定說旁邊沒有酒頭落下來 會補五點就衝通 有人再去管長臨住名的Facebook反映 下公妙妙標示說 你們只會記著說休息 誰會記著說 我要讓軍二十年 又說選一個行程都比選得更好 管夫標示說 山區的一個變化 包括地形 包括他的一個雨勢的狀況 因為當地的公所會對於現況 會比較清楚跟掌握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勇於認識的一個態度 學者莊秉潔也說 根據資料分析 宜蘭官國鄉頂部一區 他的類似火龍會超過方向設計單 嚴犯拜五有需要考慮奉獎 也應用這個報道 有人就也管長說有事都算我們的 受款機關好好自己決定 是不是要困困 電腦造成幾十的困惹 管夫沒票力 民視新聞宜蘭報道